有三块鸡 一块鸡就是量导鸡 也就是我做五家饼之前 要把五年酒先做好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是一代酒 这个是第一次发酵 也就是大家可能是晚上吃到的 小鸡鸡、高鸡鸡鸡 也就是同一位限制公益的酒 对这个东西 那我白酒做好之后的话 我等于五家饼不是一个 它要一个中药厨房的一代 那么通过中药厨房 把这药厂通过三线 那么该切成片的切成片 该粉碎的粉碎 然后给它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它是很讲究的 然后放在一起 再把这个原酒等于是 这一块鸡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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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 然后提取好之后 它一个实际物质 基本上在四种厨房左右 把提取液出来了 提取液出来了 我们的特别储存 包括还有原酒的储存 最新面料好 还有调味酒 调味酒是我们记忆当的发型 五家皮膜的一些药 包括一些等于是药 要在二次发酵当中进行发酵 那它这个酒出来之后呢 也可以当调味酒 那它的口感的话就区别于其他的 就是单纯的泡起来这酒 对 因为单纯泡起来酒 那个口感不是最佳的 但我这个调味酒进去之后 那这个味道我感觉就被人家 比例进行高调 再形成最后的一个五家皮 这香味就选五家 那么好 你先感觉上看看 能不能达到五家皮的这个等于 颜色要求 葛红色 碗里面一下大饭金黄色 拿出来好 挂杯下挂杯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 五家皮的感恩在一起 谢谢